正所谓能力越大 责任就越大 植物王国的超级英雄 豌豆超人 他终于来了 相传植物王国探索乌鸦星系时 将一颗小豌豆留在了克星 几年之后呢 小豌豆吸收了克星的能量 变成了豌豆超人 现在他回到了植物王国 准备用他强大的力量 捣毁僵尸帝国的阴谋 此时的豌豆超人 全部在空中 身披红色斗篷 双眼晶晶有神 随着随地都可以直接飞向战场 豌豆超人的一技能是能量护盾 使用克星能量聚集而成的护盾 坚不可摧 一般的攻击根本没有办法破防 二技能是瞬间移动 理论上豌豆超人速度能超越光速 所以瞬间移动更加不在话下 对了 豌豆超人的普通攻击手段 是用双眼射出可怕的激光射线 但是一旦使用了三技能 他的攻击手段就会变成了 斗篷扫机 甩飞近身的僵尸们 好了 熟悉了新植物 那么现在我就要去找代夫基因人 让他给咱们挑选最强大的对手 我要让整个僵尸帝国都知道 豌豆超人的厉害 浪哥 僵尸帝国有一个叫击碎者船长的僵尸 据说他身高百尺 力大无穷 号称僵尸帝国最强大力士 他还放出话来 说一只胳膊就能把你干碎 牛河 这么嚣张 那咱们可得好好见识见识 这个击碎者船长啊 OK 我现在已经在备战时就位了 准备出发 前往击碎者船长 出没的雪山地区 到站了 看来我还需要先招募几个队友 毕竟僵尸数量众多 仅靠我一个人可能不够 嗯 这么多队友我选谁呢 再选弯弄双人吧 双倍的快乐 大哥你这 你这下巴是没吃饱饭吗 让我来再招募一个 组成超人军团 啊 这 再试试第三个 我晕 乌雨了 这三个弯弄超人 估计真没吃饱饭 把身子骨都饿瘦了 不过没关系 只要这一战胜了 我就带你们 吃香的喝辣的去 来 放置一个糖果 准备吸引僵尸 现金放置完毕 将士们来了 嘿嘿 我已经魔性擦掌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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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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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扫 怎么感觉这一局 我玩的像局外人 射线打不中人 也就算了 用斗符扫机 也打不中 嘿嘿 看到没有 我的射线 打得就是远 在搭配上 还要瞬间移动 双线作战 毫无压力 卡个视野 发个激光 不过 真然人都喜欢进展 看我的 倒崩甩击 一击毕命 再来 头晕眼花了吧 第三下 还挺硬 不过 能去人身 也算是真男人 所以咱们换成远程攻击 打他们 不算丢人吧 不好 我们的陷阱要坏了 加紧加速赶回去 哦 就下来了 要来了吗 船中的击碎着船长 呃 这个小不点 就身高百尺的 帝国大力士 击碎着船长 甚至连脸都没有 这就离谱了吧 不过也是 在以我弯弄超人 为主角的视频里 有没有脸重要吗 反派唯一的作用 就是为了 衬托咱们的强大呀 我们正义的三打一 看你的效果不错呢 继续加强火力 不要停 兄弟 你攻击的时候 这么浮夸了吗 我们这又不是恐怖游戏 小家伙 血量还挺足的 不太好打呀 不过 咱们也有能量护盾 不怕打消耗战 我去 他召唤机甲了 这战场 一下子就扑入迷迷了 我激光 对他造成的伤害 不为无其微啊 先把队友扶起来 少个队友更不好打 火力压制 不要停 有个队友 被打成了豌豆酱 我试一下 还能抢救过来吗 哎 兄弟 你这样 小伙伴们看了 会害怕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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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我真的受够了 你们这都是啥队友啊 哼 万丈高楼平地席 辉煌只能 我感觉 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